嗨,光語學長又來陪你學啦 那今天呢我們要聊一下平行線的結角 那我們先來討論結角呢 基本上你可以當作是這個兩條線 比如說這條是L1 L1,L2,Line1跟Line2 被L這條線給切過去 那L1跟L2呢 它現在有沒有平行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被切過去以後呢 產生了什麼 八個結角 你可以這樣子看齁 一、二、三、四 然後呢這裡 可以寫 五、六、七、八 好 那這邊呢很有趣喔 會產生四種角的性質 哪四種呢 首先呢第一種就是說 呃這個 在對側的 比如說 角1跟角3 好他們的關係是什麼 他們的關係叫做 對頂角 好 就是在對面 那麼1跟3是對面嘛 然後呢彼此 頂到彼此的 對頂角 好這是一組 OK 那其實呢什麼 角2跟角4也會是對頂角啊 對不對 角6跟角8 角6跟角8 角5角7 好這是一種 那接下來呢 欸有趣囉 再來一個東西叫做什麼呢 叫做同位角 譬如說 在這個裡面呢 1跟8 4在同一個位置 有沒有 它都在線的下面 以及呢在L的左邊 OK 所以呢這邊就叫做同位角 那我這裡只是舉例 譬如說 角1 and 角8 OK OK 那再來呢 呃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叫做 同側內角 就是我在 結線的同一側 而且我在兩條線的裡面 這個 比如說這樣 這樣就說 同側內角 好 所以是角1 角5 那 最後呢 還有什麼 還有一個 最 呃 有趣的 叫做 內錯角 內錯角 就是它也是在內邊 大家只要注意 有內 就是在 L1 L2的 裡面 OK 內部 那 錯角就是錯位的意思嘛 所以說譬如說角1跟角6 或角4跟角5 就是內錯角 好那我們寫下角1跟角6 好 那 最後呢 呃 這個 這個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情 為什麼我們要講這幾個 東西呢 原因就是因為如果今天 兩條線被第三條線結了以後 假如說 他可以看到這幾個很特殊的性質 叫做 如果今天 同位角 同一個位置的角 它是相等的 或者是呢 如果今天 同側的 這個內角 它是什麼 它相加是等於180度 好 好 好 那或者是呢 今天我們的內錯角 它是相等的 這幾件事情 都可以去回推 L1跟L2 是平行的 那 至於為什麼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相關的影片 那 記得一件事情 因為 對頂角 對頂角 不牽涉到 就是 呃 兩條線跟第三條結線 對頂角 本來就是 只是兩個交叉的線 就是L1跟L 所以對頂角呢 本來不管怎麼樣 它就一定是相等 所以這邊我應該要加上一個if 如果 同位角相等 或者是 如果同側內角 相加等於180 或者是 內錯角相等 Nummer L1 平行L2 這是一種 解角性質喔 那其他更多的 大家記得去看 真正老師教學的影片 跟作息題